是不是很受不了黏膩的感覺啊 食物的黏膩的確 那親人的黏膩可以嗎 當然可以啊 所以妳喜歡黏的親人 沒有還是要有一點彼此的空間啦 我覺得小時候可能會覺得 一直黏在一起是件很棒的事 可是當妳自己有自己的生活啊 朋友 事業 當然就是希望說 就是在交往的時候是有空間的 那我覺得在吃東西這方面也是 就是妳要吃得到這個東西 可是妳也要懂得做好那個清潔 其實就是要有那個互相彼此的空間在 所以這次分手是因為黏膩的理由分手嗎 妳是說跟extra的部分嗎 妳可以先講extra的部分嗎 在extra的 extra的廣告裡面其實就是說的蠻清楚的啦 就是在那個廣告裡面 就跟一個虛擬的甜甜圈說分手 主要就是因為就是希望口腔 不要有任何黏膩的感覺 那真實的生活的感覺 正實的生活什麼東西啊 今天我們還是跟extra的部分 所以就沒有問題要問我了是不是 有分手裡面 不是要封開就封開吧 想說有這麼大方想要嗎 對啊應該可以講嘛 對啊很大方就在15這一塊啊 感情那塊沒辦法 生活這一塊我一向都非常的小氣 所以怎麼沒有別的問題要問我了嗎 最近心情好嗎 最近一直在放假 誰一直捅我屁股 我最近在放大假 因為之前有跟大家說就是我30歲開始會跟我媽媽分開住 然後所以我自己的房子快要裝潢好了 所以就跟公司告假 然後其實我算是有一點久沒有公開的活動了 那其實在這幾個月當中 可能大家見到我機會也會比較少一點 但是我覺得可以 就是生活跟工作取得一個平衡我還滿開心的 所以心情是不錯 所以放假都做些什麼 因為剛好有一些朋友就是從外地來台灣 然後就可以一直陪他們去游三萬歲 但是因為坦白講我太早出道了 所以我其實也沒有好好的看一下台灣 然後反而我覺得受惠人是我耶 就是他們外地人居然覺得就是一切都沒有很稀奇 可是我卻是一個頻頻尖叫的人 因為我真的看到太多美麗的地方 然後我會覺得之前好像真的錯過太多風景了 感覺陳妮就是很勇敢的人 那不知道有情傷嗎 還是根本沒有 還是走出情傷了嗎 我現在開始覺得我的脖子有點越來越紅了 其實真的沒有要回答這個啦 你準備好一個人的生活了嗎 什麼 你準備好一個人要生活了嗎 在努力的準備當中 因為跟媽媽相依文明真的太久了 然後現在在跟媽媽協商說 在水果的部分 他是否還是可以替我削一削 我就跟他說真的太忙了啦 什麼 他就說好啦 前面一個月我會幫你都把水果切好 然後還是會放在你冰箱 但之後你要自己懂得挑水果喔 這樣子 所以我可能初步要學的東西真的有點多 可是會不會想要趕快再找到另外一個人陪你住 其實我覺得感情真的很怪的是 以前聽人家說什麼緣分啊順其自然 都會覺得怎麼會呢 就是有什麼好在那邊緣分不緣分 但真的到了一個年紀你會覺得緣分真的太重要了 對所以我現在就是不會去強求任何的事情 今天真的在內地拍戲啊 跟內地的男生有什麼感覺嗎 我覺得我的那個劇組是非常和諧的 然後跟大家合作都非常的愉快 然後其實我還拍了一個電影 對然後今年這兩個作品都會上 然後我覺得其實這段時間雖然休息 可是下半年大家都可以看到我 你講新頭髮嘛 然後被很多粉絲稱為成哥 對 其實以前歌迷就會默默的叫我成哥 然後是因為他們認為我有一些舉止就是蠻帥的 可是現在剪完這頭髮以後 他們就是真的很認真的 以前叫我媽咪的人都改口叫爸爸了 對那我其實還蠻享受這種感覺的耶 因為我覺得其實女生有個性也是一件非常性感的事情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